莎拉白魔法 的那个作者呢 那个埃斯特他 他们夫妇 其实是一个 一个是白手起家的一个创业家 一个呢他其实是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 完全不懂这方面的人 他以前是在开 公车巴士的一个名价史 但是他就是 有一天就是 慢慢的就发现说 他自己有这个讯息 开始过来 然后这个讯息称呼他自己 叫做亚伯拉罕 那是他本身 他们后来跟亚伯拉罕 合作的那个感觉 他不太像是在通灵 他有点像是说亚伯拉罕 给他们灵感 然后他们在把这个灵感 化为资料 化为演讲的东西 把它讲出来 所以他也不会说 他的这个沙拉的白魔法 是一个通灵的著作 虽然我们周围的人都觉得 这应该是通灵的著作 但事实上他算是一个灵感写说 亚伯拉罕给予一个灵感 给予一些行灵感 然后他把它凑成了故事 是这个样子的 那沙拉白魔法里面讲的是 心想是什么所谓的吸引力法 但是他跟我们以前所看到的秘密 是不太一样的 那在过往的那一本 很畅销的秘密 那是他们的朋友 是一个电影导演 他把他所了解的事情 想办法用媒体的方式 把它表现出来 那为了要让大家 对这个很有吸引力 所以他没有把它里面 有一些重要的 真正其实是重要的东西 把它讲出来 例如像是说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我们所经历到的一切 其实是我们吸引力 是我们吸引过来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看 为什么我们总是吸引不到 我们要的东西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是说 我们当初在起心动念的时候 其实里面砸了别的东西进去 或甚至那是只是一个 表面上是正面 其实上是负面的想法 那在秘密的那部分呢 在这部分其实并没有 很详细的去讲 所以变得大家都以为说 只要我抱持那个想法 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就会有用 那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 那在撒拉的第一集里面呢 撒拉他遇到了 所罗门这位猫头鹰 他教给他的 就是所谓吸引力法则 最基本的部分 也就是说 相同的频率 会聚在一起 那这个宇宙总是会有正面 积极的能量继续在流动着 那你所要做的就是要敞开 让这个流动可以透过你流出去 这是第一集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先打个断一下 你刚刚有提到那个 作者他有提到 就是秘密的那本书的作者 他没有提到很多的东西 就秘密的那个制作人 他没有把真正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心理法则 把他讲得很透彻嘛 那他遗落了哪个部分 他遗落了就是说 当我们发现说 我们的那个心想事成 似乎都没有带来我们的结果 所以我们没有去做一个检讨 去反省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该修正 也就是说 你会发现说 在吸引力法 在沙拉白魔法里面 他最后他 如果按照他的方式 你导引出来的 导引出来你的目标 应该都不会是太实质的东西 而是一种状态 他的第一本书 他找到传递的讯息是什么 第一本书传递的讯息就是说 那个频率 频率相近的东西会聚在一起 就是物与类聚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痛苦恋跟幸福恋的形成 也就是那个光点 当你自己的光点亮的时候 跟你附近面同样的光点 就继续打开 这就是所谓的 你是闪的是痛苦的光 还是闪的是欢乐的光 跟你共振的东西 就一直冒出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其实一个很重要是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关系 其实是最重要的 他认为宇宙或是这一切 其实是善意的 也就是说 一直都会有一股正面 积极 幸福的流 一直流向大家 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让自己敞开 让这个人能够亲而来 所以在第一集当中 那个猫头鹰 索罗门跟撒拉斯基的对话 都在讲这个讯息 是 然后来讲这个讯息 那他也带了带他去 譬如像说去做观察 说这个 那些人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然后他们会是什么样的表现 然后大家是怎么样 都是用副相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想要 那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了解 他开始慢慢的对到说 我怎么样就开始转念 转成正向的思考的方式 那最后就是说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他虽然那个梗痕的书里面 只是带过这个情节 但是我觉得就是死亡这个部分 而且是透由他弟弟的手 把那个钱猫头鹰结束掉 那但是后来他又复活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桥段 沙拉没有办法真的上到死亡这个课题 所以即使是恶人 我们眼中的恶人 也许也有他存在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不错的 他第二集呢 第二集多了一个人物进来了 第二集的话多了赛斯这一个男生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两个对彼此都有好感 虽然那可能还不算是真正的是恋情 所以那只是说 在他们这个交往的过程 不是交往 他们正在一起玩的那个过程里面 他们也有很多的探险 那 但他们发现就是说 当他们有一次 他们两个人一起翘课 一起翘课去外面探险 但后来发生 后面发生了一些 可能并不是他们觉得 应该是不会是很好的事情 那所罗门他只是提醒他们是说 事情并不一定是你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发生 他邀请他就是说 即使在那个时候 维持你的正面的现象 譬如像是说欣赏 就像是说感谢 你觉得那个可能会对你有 比较多想法的人的一些正面的部分 很奇怪的事情会开始往 他该正面的方向去 那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正面形象 也就是说 他们后面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塞斯的爸爸 因为某些原因就是 他要离开那个镇上 那事实上其实 杀塞斯的爸爸 要离开那个镇上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工作 那其实塞斯跟沙拉都已经帮他找到了工作 但他就是不要 他觉得 自尊受损 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第二集里面 谈论这个男主角出现 其实他讲一个观念就是 你懂不懂分享你的爱 你懂不懂分享你的爱 就是 猫头仪式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咕噜 就是丧尸好了 一个丧尸 他是沙拉的丧尸 但是当这个男主角出现的时候 塞斯 沙拉很害怕说 他会来剥夺 我的孤鲁子的智慧 那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很 你很爱的一个上师 你的老师 或者是你很喜欢的某一个人 当身边出现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 你会很无视的把它介绍给他吗 还是很害怕他偷了你的什么东西 你会不会嫉妒他 这个例子在我生命当中 我常常可以听得到 学生跟谁谁比较好 然后跟谁怎样 我们就嫉妒这个人 或者说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咕噜 我们的上师对我比较好 然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这种情节在道场里面常常听得到 所以在第二集里面他在处理什么 处理是上师跟他之间 跟第三者之间的关系 该怎么来处理 那但是他藉由赛斯的出现 他也看到就是说 因为是不一样的人进来 他有不一样的想法 不一样的理解 他反而觉得说 他在看到他跟猫头鹰对话的这个过程 他也学习到了很多事情 那第三集呢 第三集讲的重点是什么 第三集讲的重点是那个 情敌出现的 那这应该 毕竟另外一个女生进来了 那当然那个沙拉根 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赛斯跟艾莱特 会比较好之类的 那或是说 为什么他一直帮他隐瞒一些事情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这就是人 我们生活在人的社会里面 人跟人之间的相互的交集 本来都会带来很多的功课 而这就是我们可以超越的地方 成长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呢 他提到了所谓的 心想事成三部曲 也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要发出我们的意念 但第二部就是 宇宙一定会回应 也就是说这个正面积极 幸福喜乐之流 他一定会回应 只要你念头发得出来 他一定会回应 那第三部反而是很多人 难以做到的 就是说 接收这个礼物 去接收这个回来的部分 那 第一个就是发出你的愿望 或发出你的心念 第二个宇宙的回应 那第二个是一定确定回应的 第三个就是接收愿望 或接收来的东西 那重点是说 我们刚刚讲过 为什么我们在心想事成的设定的时候 如果我们设定的是品质的话 来的话可能会比我们要的东西 还有大很多 就重点在第三步 如果说你把你的心念 一直设在你要什么东西 基本上就在规范 心理法则 只能够透有这个路线 来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狭隘他的品质 就是他说太狭隘了 那实际上宇宙很大 人也很多 要给你爱的人不止一个 要在你的工作 或在你的私人的关系上面 要给你爱的人 要给你幸福的人 其实有很多 你不需要一直说在说 你一定要谁接谁 或是一定要在哪个地方 才能获得大爱 所以在第三步骤 就是当你发出的要求 宇宙回馈给你之后 你要接受一切 对不对 对 也就是说 很单纯的去接受 就是让 讲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让心理法则 去做他必要的安排 那我在第三集的 异者序的时候 也提到了我的一个 九年的心想事成的过程 在异者序 也就是说 好久 你讲的他们会冷掉 你跟牧师要久 孩子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对 这就是 我们觉得心理法则 应该今天发想 明天马上存在这个 对 但重点是这个 你不期望他要什么样的心事呈现 你没办法要求他什么时候出现 可是他一定会出现 但是我想讲一下 西密法则 或者是佛教所讲的正念 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比较少的是四个字 是大家比较难去学到的 第一个两个字叫关照 第二个的两个字叫做等待 很难很难 你很难做得到 你很难做 第一关照 如果你的心不安定 你没办法关照 第二如果你心不平静 你没办法等待 九年 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再回头来讲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你的心理法则的力量 很稳定 非常稳定 你的频率很快之后 它不用到九年 你今天发出念头 它很快会回应你 等一下我讲我的故事给你们听 你的九年故事跟他们分享一下 是 我之前本来有 之前我以前有是翻译 克里昂资料的译者 那时候只是因为有去说 想翻一点给大家分享看看 然后也跟生命前 就是前出版社 就是说这个可以出 那后来就一直没有回应 我想说这应该就算了吧 所以我就很明白地放弃这个 我说我希望看到的是 克里昂的中文版 在台湾出版 但我不需要我当译者 我本来的第一个念头是 我一定要当译者 结果就说我不需要译者 结果只是这样子的想法 我那个书版社他就 没有回应的 又来找我 找我翻译了 他找我翻译了 那所以我们就合作了 一个是克里昂资料的音乐故事 一个是那个DNA的十二 十二个讯息 DNA十二什么 我突然一下 当我这两本书译完之后 后面又没有了 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只是说 那既然没有 那表示说事情就是这样 那我不要求说 我一定要现在马上 给我克里昂的讯息 让我译 我只是说 那现在没有 我就好好照顾好我自己 所以我可能就是去找简单的工作 保全啊 倡库管理人啊 就是想办法让我跟我老婆 就是好好的活着 有个基本的家 然后可以有个基本的生活 很可怕哦 他不发出这个念头没关系哦 一发出这个念头 从正宫打入冷宫哦 希望成为益者哦 就是拿到一笔不错的那个钱哦 那突然变到了保全啊 因为一年没有约 我就知道说 这我要赶快 就是至少就是照 就是找我现在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找一个工作 让我们家里面继续维持我们的生活 那只是没有想到 就是说就这样子过了三年 但我发现说这三年 即使在这个基层工作三年 也是一个祝福 因为我发现 我在塔罗牌的功力 又开始增加了 很奇怪 我不是在身心里面 我只是在跟 在做保全 在做保全 帮人家雇工厂的 然后又是跑过 或是说去那个 那个口香糖工厂 帮他们吐原料的 王宇你在街上卖口香糖 就是吐那些山里蠢什么的 对啊 就是还开对高级的 那很奇怪是说 这三年我是被照顾的 我的长官都有很好 我的同事都有很好 有事情他们会想办法帮我 然后福利又很好 那所以我会觉得是说 好吧那就继续做下去 也无所谓嘛 反正也不晓得会怎么样 就没想到就是说 到了第三年 医中心出完社来找我 他们负责完全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拿到了 然后就叫我赶快赢 就是这么快 九年 九年 从一开始的 一开始想说 我要当克里安的医者 对 之后到现在 九年开始了 现在你要收入比较稳定 对啊 应该是吃那个乐风的 以前是算稿费 现在是吃乐风 对啊 现在就是说 等于说 我就是 专属正式 专职的 专职的翻译在他们的 出版社里面 比如月星 也就是说 这是更进一层的保障 所以 九年 我自己回头看 我遇到 上到第三本的时候 我回头看说 九年了 对 但是 我提这个 给大家的就是说 当你们真的 有些事情 发出了念头 那么 重点是 你知道说 宇宙一定会给 说病给你更多 那你所要做的就是 好好做 你手边能够做的事情 好好照顾好你自己 好好照顾你周围的人 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要等待 是不是等待 所以发出念头之后 宇宙一定会回应 接着你就等待 他的手术发芽 对 如果说 我那时候 有点过度的心思放在 就是说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 我还是不知道 这些 我可能错过了 我现在的机会 对啊 我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 可能有人听过 我们再讲一次 就是我前不久 我看到有人在讲 说去西藏玩 这件事情 那我一直想去西藏玩 那我后来呢 西藏很简单 你只要缴了钱 跟了旅行社就可以出去玩了 但是我发一个念头 就是我不喜欢是跟团 我希望是自助 我希望是用最神奇的方式 来完成这个梦想 就是去西藏 那后来呢 我过了没多久之后 我就看到网络上有个讯息 这个讯息是说 原来可以从 从东海岸呢 从大陆的东部呢 坐高速铁路的 直接杀到西藏去 大概两天的时间 然后都是可以杀到西藏去 然后火车票非常便宜 大概几百块的人民币而已 你叫车乘以五 就知道他多少钱 非常便宜 那我就说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讯息 那后来我就把这个讯息呢 贴到了网络上之后呢 就有获得超过一百个人的分享跟回应 那时候 只觉得说人类真的很有趣 我只是 没有任何的预想 就丢这个讯息 你知道吗 那个讯息就开始来了 就每个人说 啊这是住不到的啦 然后有什么高山症啊 然后你就会缺氧啊 等等之类的 然后还有人说 现在 只要你是台湾 他一定会阻止你去西藏 一定把你遣上回台湾之类的 你知道吗 一百个人留言 一百个多少的讯息 你们可以再回去看看那个讯息 你看我的念头就这样子 然后很多的事情就可能进来了 然后我就说 好吧 那我唯一能做什么 唯一能做就是等待跟按住 我就观察我的呼吸 之后把这个念头放下了 后来呢 我今年呢 就被一个朋友邀约到大陆去看看风水 那看风水时候呢 我顺便呢 就是去跟当地的台商吃饭 大概有七八个台商吧 他在内地大家已经待了七八年 甚至有二十年的台商了 他们就告诉我说 去西藏很简单嘛 你只要坐火车就可以过去了 我说那会不会有台湾的问题 跟西藏之类的问题 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只要去克服一个问题 就是你能不能克服高山震这个问题 为了这个高山震啊 我今年很努力去爬了 高度六千公尺的吉利马扎罗山 我登上去的时候 我发现说高山震对我讲不是问题的 因为我可以登上六千公尺的吉利马扎罗山 那后来我回来之后我发现说 网路上的东西其实真真加加加加的真正 那台商所讲的讯息才是真的 因为他们毕竟他们待了二十 你很清楚知道 而且有人说 干嘛坐那个铁路呢 我开车去就好了 我说你说你开车去吗 他说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有四个轮子就可以去了 我说你去过吗 他说我早就去过了 开车可以去 他说对开车就可以去了 你相信网路的讯息 还是相信人家真的走过的讯息呢 你觉得你想要做什么 你会去做哪件事情呢 你必须要先澄清安住 然后回到你的内心 然后等待 后来呢我就在想说 我还是要找到更明确的方法 后来呢上个礼拜 对上个礼拜呢 我的邻居呢 就在我家前面浇花 那因为我家有一个小小小小小的 不要以为他有几百瓶 就是一个小小一个花府 非常小 他在那边浇花 然后我看到他之后呢 我就拿了东西送给他吃 我只做这个念头 想说分享 就送给他吃 结果他看了我就讲一句话 他说于瑟 我明年要去西藏你要去吗 我说那你要跟团吗 他说哦不是我自助 哇 那我说那你自助几个人 因为我不喜欢自助很多人的 他说呢大陆回应 只要三个人 你就可以申请路障许可证 三个就一个团体了 三人以下是不可以的 我说那你需要找几个人 他说哦 巴哈你就第四个了 那我说那大概多少钱 他说 17天大概6万多就可以打平了 你会去吗 去啊 那等待时间多久 没有半年 所以我不要等他九年 等他九年西藏都开快速 推入到台湾来了 然后后来呢 那时候你知道我闪过第一个念头是说 那明年几月呢 他说大概四月 那我说为什么要四月呢 他说因为要等到冷那个什么 那个淡季的时候才可以去嘛 他说那第二个呢 他说第二个是十月十五号之后 因为十一月十一是连假嘛 他们很旺盛 你等一下十一月之前就去 那十一月过后很冷就不能够去嘛 那你知道吗 一般的人都会跑出什么念头 钱啊 价啊 有没有时间 我这样同不同意 这个就是什么第三个 很多人说不到的 你有沒有真正接受你要的那个讯息 当然后来我就当OK啦 就六七万块17天为什么不去呢 那我问他说 那我们几个人去 一定要一起走吗 因为我不喜欢一起走 他说不用啊 我们到了那个地方 之后大家就各走各的了 哇太好了 太好了 那因为我不喜欢动脑机嘛 我出国就不喜欢动脑机的人 那一定要有人帮我引导嘛 吃住什么的 那我就问他说 那谁负责吃住呢 他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呢 如果我带人家出去玩呢 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要听我的指令 百分之三十到二十五 就是听你的建议 太好了 我最喜欢这种的 就是都听你的就好了 这就是心想事成 就是你必须发出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是你纯粹你想要的 但你发出这个念头之后 当你念头还没有成正的时候 你必须要等待 但是等待多久 可能九年 可能半年 不知道 但是第三个 一定要学会就是 你要接收 你一定要接收 不管它好跟话 你一定要接收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背后到底是不是更大的东西 要给你 不知道而已 因为有的时候 很简单地讲 毕竟这个社会 是人组成的 有的时候就是要等着 适当的人 有的适当的资源出现 那 所以为什么说 等待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说 你一旦开始交集 那就是跳到负面的能量 一直在放的没有 这个品 那所以鼓励大家是说 在心想事成的练习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对准的时候 就是注意一下说 自己在说什么 或是说在 比如像你在坐公车 或者是在捷运上面 或者在高铁上面 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或者看到什么样的新闻 你内在的OS是什么 试着转念看看 试着去转念 因为这就是一个练习 那等到说你真的遇到 遇到一些 看似负面的状况的时候 你可以能够快速的掌握状况 然后让这状况可以往 正面的方向去发展 而不是一直停留在负面的状态 这就是平常练习的重要 好 那换个 换个另外一个问题 那没有另外一半该怎么处理的 但是好苦哦 结婚也好苦 没结婚也好苦 有对象也苦 没对象也苦 我常常跟我的那个 来算爱情的朋友 就是给他们回去 做一个家庭作业 也就是说呢 回家的时候 拿出一张A4的白纸 你是A4的白纸 你有对象你在写哦 你不是结婚了吗 中间画一半 这边写yes 这边写no 这边的yes呢 写的就是说 你的理想的对象 我们现在开始在锁定那个念头 你的理想的对象 所有具体应该要有的条件 譬如像他的身高 应该要几公分 你不能说比你高 因为姚明也很高 但是姚明那种高法 就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条件 或是说要皮肤有黑 最好是描述一下 因为水州人有的时候是非常黑的 想可以看起来 了解我意思吗 他的身高 他的体重 他的身家背景 他的年收入多少 性生活频率 你建议的通通写出来 这么细节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应用的方式 尽量开 重点就是说 这是一个描绘一个理想的状态 所以不要认为不可能就不写了 就偏偏那些不可能的就是有可能 就是有遇到过 通通开开开开开开 开完了以后觉得写的差不多了以后呢 在弄的这边 就是开这个对象不会有的条件 也是一样具体要写 不能说无不良嗜好就一句大事 因为不一定每个人认为那个是不良嗜好 比如像抽烟 比如像喝酒啊 度过啊 有人认为那并不是一个 不是嗜好 不是不良嗜悲 所以要是要具体它 不应该有什么 像香港角之类的 就是说 什么奇怪 你很介意的东西 谢谢 当你全部开出来了以后 我现在开始讲 这是比较精髓的部分 是到这边可能大家都觉得说 这很简单 后面 里面 从这个所有里面的条件 找出六个写在中间 六个比较重要的条件 再筛选过一次 再筛选过一次 也就是说 把这个六个条件呢 这个六个是比较的条件 从这里面挑选出来 也就是说 对你来讲 你会优先考虑这六个可能性 当你六个挑出来以后 是整个加起来六个 不是各六个 是整个加起来整个六个 当你这个六个挑出来以后呢 再从这个里面挑出三个绝对的条件 六个也是一样在中间 也就是说 这个条件之一 你就不会考虑 你就会考虑 这是你的对象 那等到这个三个出来了以后呢 就开始 可以第一个可能就是 给自己检讨一下 过去那些失败的恋情 是不是其实不符合这三个条件 我有一个朋友 我以前当军官的时候 那时候在古关三训 他跟我一起在练习 跟我一起在受训 结果他被兵炼 然后我想说 在这荒山郊野 这个人在哭 我赶快处理也不行 怕他一旦想不清楚怎么样了 也不好 所以等到他比较情绪平复一点的时候 就请他做这个练习 他个人是认为他要有那个 第一眼就觉得说 有爱的感觉 他就觉得这个是一定要有 才会 他就选择那些对象 结果他被兵变很多次 当他做完了以后 我就问他 那个三个条件里面 有没有一见钟情 没有 六个条件里面有没有一见钟情 没有 也就是说他用错误的条件 去筛选出他要的人 设定错误了 还有 那些被他兵变的女生 没有一个都有符合那三个 他真的觉得重要的体系 那三个条件是什么 我没有看 那是他的意思 我是带他说 那一定是 三个意思 一定要是女生 一定要是 我说一定是很简单 很简单 应该是说很基本的东西 但是重点就是说 他那些 女孩子 离开的女孩子 都没有符合这三个绝对的条件 一个都没有 一个女孩子都 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没有 就是那几个 三个都没有 而且三个 那个三个条件 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符合那三个条件 之一都没有 所以他其实是用错误的条件 去筛选对象 那 我们设定的条件一般都是比较世俗 比较 世俗 就是世俗用 比如要包副帅 他一定要八位数 最好是没有爸爸妈妈 没有兄弟姐妹 但是重点是说 为什么要一开始 请大家全部列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是说 你这样才有足够的资料 做筛选的动作 所以当你觉得没写完之前 你不要做后面的筛选动作 要尽可能的去开 其实你把换个角度想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其实你可以试试看看 你会发现你想过上去 没有那么的复杂 然后当你选出来 这三个绝对的条件的时候 没有对象的人仔细听 用这三个条件 重新过滤一下 你周围已经认识的那些人 因为那个三个条件 应该是跟你现在用的条件 是不一样的 用这三个条件 重新去看一下 因为非常有可能 就在身边 只是因为 只是错误的条件 而没有看到他 那另外一个 可以做的事情 你自己有没有做到 这三个条件 也就是说 吸引力法则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你吸引了什么样的事物 当你能够符合那三个条件以后 你吸引力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标准条件以上的人 能够更多一个 那就是更好 对 我记得那时候 教这个课程的老师 他开这个条件 他写了三个条件之后 还发现说 原来跟他一起共事的外国同事 就是他的可能 可以的对象 所以他想说 好吧 那就多认识看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 外国人嘛 所以就觉得说 我们不太可能在一起 所以没有去注意他 那等到这三个条件出来的时候 他就想说 好吧 那我就试试看好了 当他们开始交往 他发现 他开了24个条件 他总共里面24个条件 那个男生 外国男生 全部符合 24个 就在身边 24个条件全部符合 那个男生 他自己开的条件 是36条件 他本人符合了35个条件 他愿意改那个 不一样的部分 了解我意思 那个老公是希望说 太太要能够跟他 每年跟他至少去排一次山 虽然他没有运动机外 他愿意去改变 了解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 这事算是心理法则里面 非常 很 很世俗的应用 但我觉得说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检讨 看看 譬如像自己在财务方面 或是在生活方面 或是在找对象方面 其实你真的在乎的是什么 或者是什么品质 先把这个核心品质找出来 然后对准它 之后就看怎么样去发展 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 是另外一个读者他误摩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他说呢 佛教教我们的要学会寡欲 不可以贪求 要学会知足 但是用心理法则不就很多的忘求吗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的 那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冲突 有想这个问题吗 佛教啊 我们的中国的思维 道教讲的是情境无为吗 佛教讲的是圆满 讲涅槃 讲宗道 这样活在档下 那西方的这个心理法则 他讲就是 你要的东西 你会因此而富足 那这两者间有没有冲突的地方 没有办法是什么